在改进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歼二时韬光养晦! 出来就有个大惊喜! 原标题,在改进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歼二时韬光养晦! 出来就有个大惊喜! 自肩负二时问世以来,一直被受世界各国的关注,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又在一次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为了更好的满足未来战场上的需求,我国对肩负二时开始了进一步的改造,从而使肩负二时具备了一些新的作战能力。 在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最终成功地对肩负二时实现了升级,即拥有了新的功能特性,也就是具备了新的大招。 由于肩负二时本身具备完美的隐身性以及较为全面的网络信息平台,所以能在未来的战场上为肩负十C和肩负十六打开新的信息通道,并且靠住肩负十C和肩负十六先进的武器装备,能够更有效,更精准地打击敌对势力。 伴随住战斗机的不断更新换代,我国也正在积极地培育新的飞行员,从而实现对各种新型战斗机的完美驾驭。 通过对新权能型飞行员的培养,使其可以在未来的战场上成功地驾驭肩负二时、肩负十C以及肩负十六这三种战斗机,从而实现三款战斗机的完美配合,进而获得战场上的主动权。 据相关媒体的透露,肩负二时自问世以来,国军专门根据肩负二时的特性而打造出一整套式和未来战场上作战的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开发肩负二时的潜力。 肩负二时自服役以来,就展现出了完美的战斗力,这一点再次让世界各国叹为观止。 并且随着我国不断地发展和改造肩负二时,其战斗力也会再次得到质的提高。 相信在未来,肩负二时也会通过一系列的实战,在未来的战场上惊艳四方。